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由于宏观经济状况仍然不佳,台积电1月中旬就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将会受到影响。 台积电资本支出在2022年就已经数字下降,2023年资本支出同步受到影响。 据台湾《工商时报》1月下旬的报道,法国外贸银行研究团队非常关切此点,认为台积电推迟投资,意味着半导体行业的增长速度势必低于大流行以来的几年。 该研究机构强调,半导体行业是现代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但这并不意味着半导体不存在周期性的逆风。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表示,短期来看,半导体行业面临的压力很大,在多重需求减缓下,曾经蓬勃发展的半导体行业可能在2023年萎缩5%至10%, 科技周期只可能在2023年下半年或以后才会转向回升。 2022年,第四季台积电的收入继减1.5%,公司方面预计2023年第一季收入将继续呈现季比收缩14%。 该研究团队指出,台积电收入下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 其一,大流行导致供应链受阻以来,企业更加谨慎地转向保守的商业模式,消化库存的时间比以前更长。 其二,高利率抑制全球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需求。 晶片代工厂的新订单数量持续低迷。 这一点,从台湾出口同比增速下降18%,以及出口订单同比下降24%也可以明显看出。 其还指出,中国的重新开放可能会提供半导体液带来一些温暖,但无法抵消全球需求疲软的拖累。 目前来看,汽车和人工智慧的高效能预算,HPC晶片需求仍具韧性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智慧型手机销量下滑带来的压力。 此外,各国政府都在大力补贴帮助晶圆厂扩大规模,该研究团队认为,需观察实际能够缓解极高成本的效果。 而且,地缘紧张局势只增无减,为了缓冲可能出现的制裁风险,新出现的海外外包趋势将进一步增加晶片制造成本。 尽管逆时消息在年前就已频繁释出,不过台湾《经济日报》1月底的消息显示,由于苹果、AMD会打在AI晶片领域竞争的逐渐白热化,近期几家公司纷纷向台积电下击单。 由于晶片生产周期的原因,相关产品将在4月后逐步推出,预计台积电2023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相比此前预测的数据更好,这位台积电第二季淡季营运注入暖流。 Chat GPT近短时间大火,各种应用层出不穷,其算力由辉达提供。 苹果AM系列晶片也设计有AI运算单元。 AMD在CES2023推出LVOV70加速卡,共有1460亿个电晶体,采用ChipLED技术,其使用的便是台积电N5N7混合制程工艺。 业界随后具体表示,从算力来看,当前AI晶片最成功应用的Chat GPT已导入至少一万颗挥达高阶GPU,由于后续美国企业客户加速采用。 今年中将更新升级提升算力,挥达身为全球AI领域龙头,正要开始冲刺新一波成长,对台积电依赖也会更深。 此外,苹果M2系列新晶片持续导入AI加速器设计。 一看见M2 Pro与M2 Max晶片,同样采用台积电第二代5nm制程。 在AI加速器对应的设计级GPU核心差异,相关设计升级背后,台积电持续在其中半关键角色。 人工智慧功能直接融入晶片设计,这为传统CPU上的讯息处理,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方式。 现在一种名为XDNA的新型AI架构,正在改变AMD设计未来晶片的方式。 近年,积极布局AI领域的AMD也发表相关新品,除了旗下7040系列代号Phoenix晶片彩台积电4nm制程,这是业界第一个集成了。 专用片上AI引擎的行动X86处理器,被AMD称之为Ryzen AI。 Ryzen 7040晶片同时运行4个AI流,每秒提供多达12兆次操作。 该晶片有8个基于Zen 4架构的CPU内核,运行速度高达5.2G。 该晶片采用台积电的4nm制造工艺制造。 这些晶片将用于3月份上市的笔电。 例如,在Windows Studio FX中,Ryzen AI将对影片进行增强,以减少背景模糊、改善效效、抑制背景噪音和自动设置影片帧。 这些体验每秒需要数兆次的运算,但它们现在可以在AMD的AI引擎上运行,而不会对CPU或GPU造成负担,同时只消耗100毫瓦。 AMD强调效能可和苹果M2系列晶片竞争以外,最受关注的是其LVOV70。 其AI晶片就基于AMD的XDNA技术,还可以插入四幅器。 LVOV70旨在加速影片分析和客户推荐引擎等应用程式。 该卡以较小的外形尺寸提供了效能效率。 该加速器每秒提供400兆次人工智慧运算效能,并仅消耗75瓦功率。 AMD声称其LVOV70在影像分类和物体检测等应用中,提供了比辉达T4GPU加速器更好的效能。 AMD和台积电合作多年,双方在小晶片技术合作推动运算效能提升。 台积电虽未揭露单一客户讯息,但AMD先前已公开多次提及和台积电在多项新四伏器晶片的合作, 如Genoa以及Bergamo晶片才5nm家族制程等。 业绩人士指出,目前PC与网通高库存去化压力, 台积电目前受到影响主要是6nm7nm制程工艺。 随着苹果、AMD、徽达加速、AI布局、相关加速器与晶片设计应用, 主要以台积电5nm工艺生产,使得台积电5nm产能利用率仍然坚挺。 研究机构Counterpoint预测,AMD与徽达新产品,目前多以4nm5nm制程工艺生产, 预计2023年下半年之后陆续推出,采用3nm制程工艺的CPU-GPU产品, 估计2023年5nm产能,约半数由AMD与徽达承包,另一半由苹果消化。 彭博资讯通讯之前也指出,搭载苹果M3晶片的新一代笔电MacBook Air合作机iMac, 预计将在今年稍后或明年出问时。 由于据传这些机型所用M3晶片,将以台积电的3nm制程打造, 将为台积电的营收带来重要利好。 而摩根大通亚太科技媒体和电讯研究一名联席主管, 也在一份客户报告中称,他们预计台积电乃至整个晶片市场, 在2023年上半年将出现大幅下跌。 但同时他们也看到,在高效能运算的推动下, 未来几年将出现强劲的长期增长。 而台积电2024年及以后的300米代工业务, 看起来相当强劲。 另一方面,股神巴菲特旗下波克夏, 去年第三季大买台积电ADR, 相关策略发展,备受投资人关注。 特别是股神在半导体产业面临库存调整周期之际, 逆势压宝,吸引不少长期投资的股民过年前持续持有台积电。 台积电一贯不评论法人预估数据。 不过,台积电先前已在法说会上指出, 受半导体库存调剂影响, 预计2023年上半年营收同比减少。 今年上半年营收将年减, 中至高个位数百分比约4%至9%, 下半年美元计价营收则渴望较去年同期成长。 即便今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恐面临衰退, 台积电全年业绩仍渴望小幅增长。 由于苹果、AMD挥达近期下单AI晶片, 法人估计三大客户AI晶片极单易住下, 台积电第二季新台B机价营收, 季减幅度渴望收敛至3%左右, 朝全年逆势成长之路买进。 若库存消化进度如预期, 台积电最快有望于明年重新回到高速成长轨道, 并朝年营收千亿美元, 折合新台币3兆元的目标迈进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 谢谢。